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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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发现了云南德青一带的木碗轻巧耐用 便跟随师傅学习制作木碗 后来 木碗逐渐逐渐逐渐代替陶碗在左贡地区流传开来 经过一天的寻找 四郎取得 惊喜地发现了一块大小适宜花色独特的木硫 木硫是树是树在生长期间因病变挤压形成的 是难得的制作木碗的材料 用木硫制作的木碗不仅花纹独特 还十分结实耐用 而左贡所在的地区 属藏东南高原温带半干旱气候 森林覆盖率将近40% 境内有云山 冷山 马尾松 柏树等 还有世界珍稀树种 红豆山 红松等保护树种 丰富的林木资源 为木碗的制作提供充足的物料 四郎取得用斧头将去除水分的木硫 砍出基本形状 再用自制的工具进行细磨 打磨过程中 力道要掌握得恰到好处 一旦用力过猛 木碗破裂 之前的努力便复制东流 珍贵的木硫也会浪费 经过20多道工序 最后刷上一层核桃油 粗糙的木硫脱胎换骨 就变成了既美观又实用的木碗 考察组了解到 在左供啊 父母会为新生的孩子准备精致的木碗 这是父母爱意的象征 每个孩子都有各自专属的木碗 即便是出嫁的女儿返回家中 还得使用自己的木碗 基于对树木的爱护和感恩 和对器皿的情感 有些人呢一生只用一个木碗 由此可见 这里的藏区木民和木碗之间 有着深厚的情愫 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木碗的装饰吧 这木民为什么喜欢带有自然纹理的木碗 因为啊 这种木碗经过酥油和奶茶的滋养呢 会更有光泽 这有的木碗呢 还有银制的碗盖 更讲究的这个木碗通体香银雕花 这个碗腰处特地留着手指宽的部分 不做任何装饰 为什么呢 就是让你看出来啊 这碗是木制的 这些木碗的使用啊 还有男女之分 男用的碗啊 比较低矮 开口大 显得稳重 女用的这种碗呢 形状则要修长得多 并且非常注重光滑程度 过去啊 木碗在西藏地区呢 是有着非常特殊含义的 它不仅仅是生活的必需品 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很多牧民呢 有随身携带木碗的习惯 对他们来说呢 木碗或许比黄金更为贵重 资料显示 西藏地区使用木器 已有千百年的历史 为了适应环境和人们的心理需求 木碗的形状在不断改进和变化 制作木碗的木料 也从单一走向了多元 出现了丰富多彩 风格各异的藏式木碗 在左供 过去木碗技艺作为谋生的手段 只允许在四郎取得的家族内部传承 如今它打破传统 对外招收徒弟 作为壁土木碗制作技艺的传承人 他希望这些传统工艺 能拥有更广阔的平台 我们在这些木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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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朴的木碗 是藏族人生命中 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百年前 百年前被欲以勤勞与智慧 雕琢的木碗 温润如初 无论时间如何流转 木碗承载的家园 与文化的印记 始终不会改变 通过刚才的考察呢 我们发现 这木民在自己的木碗上 清注了大量的心血 还有请这个工匠啊 镶嵌精美的银饰 说到银饰 对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来说 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银饰的器物 既有碑 盘 碗 胡等生活用具 也有耳罪啊 还有这个戒指等手饰 还有马具 马饰 等富有草原特色的银饰品 据说啊 吐蕃时期的工艺器物的精品 已经达到了中原大唐的水平 这座位于青海玉树的佛像 它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室内同志杜金佛像 曾荣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的称号 制作佛像的金银装饰制作呢 是出自查雅县的一个村民之手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前往查雅 近距离地感受精美绝伦的藏族金银器物 当夏日的暖风掠过青藏高原 蓝仓江畔的群山被涂抹上层别的脆弱 一座生机盎然的古城 查雅呈现在我们眼前 查雅位于左贡县北部 帝离中国考察组在向导的带领下 驱车四个多小时到达了查雅 和清科 苏游一样 作为藏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藏族金银饰品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无论是节日还是朝拜 人们都会浑身披挂各种金银饰品 这已经成为藏族百姓精神信仰的一部分 邓巴多吉是查雅卖堆金银段制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 邓巴多吉十四岁便跟随父亲 学习金银器手工制作技艺 距今已经四十多年了 他的作品精美 工艺精良 藏东地区远近文明 昌都地区寺院里装饰的银制品 大多出自于邓巴多吉之手 四郎群培是邓巴多吉的儿子 他自小便跟随父亲学习手艺 虽然得到了很多业内人士的赞许 但却始终无法取得父亲的认可 嘎屋是每一个藏族人必备的护身符 四郎群培准备制作一个嘎屋盒子 不知道这一次他的父亲会如何评价呢 第一个原因 你也认为了护身符 不会准备些样 金银器制作是藏族手工制作中 比较复杂 难度较大的一项 一件作品从试样绘图到成品制作 要精力二十多道工序 用一百多种工具打磨 先把金银加热 再用榔头千锤百打做成半成品 然后在半成品上金银细刻制出成品 选材 打磨 雕刻 一步也马虎不得 这是四郎群培从父亲身上学到的 四郎群培第一次完成了能让父亲认可的作品 这个有着纪念意义的嘎屋 四郎群培决定作为生日礼物 送给自己的母亲 予以一家人平安快乐 四郎群培告诉考察队员 制作完成这个特殊的嘎屋 他要开始和自己的小伙伴们 一起为县里的藏戏队制作戏服的饰品 因为藏戏队要为不久之后的潮山节准备节目 相堆藏戏是藏戏的一个分支 它源于西藏传统的康巴地区 寓于在独特的藏族社会和人文环境中 基本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 原汁原味地展现了茶牙县的民间文化 从它的动作到服装 道具到对白 歌舞到曲调 都具有浓郁的康巴气息 对于即将开始的潮山节表演 茶牙相对藏戏传承人阿布琼琼心里 在盘算着要做一些创新 在表演队伍中加入女队员 但她担心这可能遭到师兄 依稀将错地反对 做起这种艺别的 usar 在碘下洋传承人 土野学原味地展现了 东西都会挑承自己的 在两个小国会 在波克地区 被骗人发生成的 争认保护 别人会担心 在这种艺别俗 在这种艺别 日本人 家里 我们 被骗人 我们 见 一大早 阿布琼琼像往常一样 去请师兄一息将措 对潮山节的表演做指导 阿布琼琼招呼大家开始排练 刚刚加入的女队员 虽然动作还不够娴熟 但本色出演却更加贴近角色 看到这些女队员的表演 师兄一息将措 最终决定同意师弟的大胆尝试 一年一度的潮山节如期到来 藏系队的创新之作 也吸引了众多村民前来观看 悠扬的唱腔 刚中带柔的舞步 这个跟以往不同的表演编排 赢得了牧民们的阵阵喝彩 藏系一人坚守着前人的记忆 在不断创新中 为相对藏系增添着 新时代的内涵 考察组啊 从木碗 以及藏系细符上精美的吟试等细节 渐渐感受到了藏族百姓 对于自然的尊重 尤其是木碗 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 藏族先民 善于利用自然的智慧 不仅坐碗所需的木料就地举才 松香同游 也是来自附近山上 此时向导说啊 还有更厉害的 就在距离差雅不远的墨托 有一种天然的石头 可以制成各种石锅器具 而且呢 这石锅做出来的饭菜格外好吃 尤为神奇的是 这种石头质地柔软 但是经过烧制之后啊 就异常地坚硬 这听着可真有点神奇 质地柔软 还能烧制成石锅 这是真的吗 墨托县位于西藏东南部 2013年10月之前 墨托与外界的道路不通 当地人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传说墨托人从祖辈开始 不惜翻越崇山峻岭 历尽辛苦 运送一种神奇的石头 他们认为 那种神奇的石头 被大自然赋予了某种灵性 地理中国考察组 邀请了西藏自治区 自然资源厅的周成灿高级工程师 前往墨托 一同考察 考察组沿着雅鲁藏谷江的一条支流 进行考察 一个多小时后 大家来到一个山腰处 队员们远远眺望 发现上游的河水 竟然呈现出和宝石一样圣洁的蓝绿色 它从山谷中流淌出来 汇入到雅鲁藏谷江的干流之中 与普通的江水 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几经辗转 考察组终于到达河谷 这水真的有一点甜味 大家沿着河流向上游展开考察 看看这里是不是会有墨托骑石 你看这些都挺硬的 这绝对不是我们找的那种 不是我们要找的石头 你看这些都挺硬的 就在这时 一个路过的老乡得知考察组要寻找墨托骑石 他告诉考察队员 前面山村有烧制石锅的小作坊 考察队员们走进一家老乡的作坊 终于看到了传说中柔软的石头 为了验证莫托骑石的软硬 考察队员准备做一个简单的试验 首先用一把钢刀来削砍普通的岩石 这个可不行 根本就削不下来 普通的岩石在钢刀砍销之下毫无变化 考察队员又用钢刀去削墨托骑石 队员们几乎毫无费力 就能将木托骑石切下很多粉末 即使用手指甲也能轻易划出痕迹 两种岩石在被钢刀切削过之后 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考察队员从老乡家里 借来一口用木托石做成的锅 只见这口石锅不是眼石原有的灰白色 而是已经变成了黑色的 这种神奇的石头究竟是由什么物质构成的 它为什么被烧过之后就会变得坚硬了呢 老乡带领考察队员找到了开采木托石的岩壁 你看这个质地啊 它比较致密 是吧 里面没有很大的这个ES口里 对吧 都是一些狂物质 通过现场勘察 专家告诉我们 这种质地柔软 能够被塑造成各种形状的岩石 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蛇绿岩 是由多种地质因素 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专家进一步解释 这片区域属于雅鲁藏步江缝河带 也是板块运动的最前沿地带 因此 这里的岩石构成极为复杂 其中 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岩石 叫蛇绿岩 蛇绿岩 是由两个板块碰撞时 温度升高 导致碰撞接触带的阳壳岩石 发生变质而形成的 在那个蜂河带里面 对那个原来蛇绿岩 它产生了一个积压 那么引力集中 在温度也高的情况下 跟死活这个狂磁 冲结晶 它就给这一头 产生了强变质作用 蛇绿岩 是经过强变质作用形成的 因此决定了它相对柔软 能被塑造成各种形状的特点 而之所以在沟温加热后 会变得坚硬 也是由它自身的结构决定的 它这个氧化物 它不是跟那个水结合 形成化化物 水的化化物 然后通过断烧以后 它可能这个化化物就脱水以后 它就这个变质盐 它又变硬了 生活在这里的古人 或许是无意中 发现了蛇绿岩的奇特之处 巧妙地将这种少见的石头 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 烧制成了独特的木托石锅 俗话说民以石为天 有石即必有石器 无论是左宫的木碗 还是墨托的石锅 都附着了西藏地区百姓的饮食文化 通过这些看似奇特的民俗 我们可以对这一地区的自然资源分布 有所了解 同时了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如何表达他们对于自然的尊重和敬畏 工匠要制作一个木碗或烧制一个石锅 也要必须选择好的石尘 用奶茶等祭拜大山和古树 感谢上苍的恩赐 这种看似繁琐的礼仪 恰恰是这一地区泄民深安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之道 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民俗风情 它们的形成往往和地域地理环境关系密切 明天我们将继续探寻奇特民俗背后的地理文化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川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